11月8日 歌手杨千华在香港城市大学出席金曲四十大讲堂的讲座活动 作为演讲嘉宾的杨千华在现场讲述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点滴 同时也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有人提到早前有传他和郑秀文会一起参加歌手2的节目 前华文言后坦诚说道 我已经参加歌唱比赛出来的 我是新秀歌唱比赛出道的 所以我本来都已经是歌手了 所以如果再参加会不会有点尴尬了 提到昨天音乐会被荷兰歌迷的信感动到流泪 前华由中表示希望歌迷早日康复 自己也会通过不同的方法查询对方联络方式 争取可以直接跟歌迷表达祝福和谢意 当时我还是会找一个跟电台那边要他的那个联络的那个方法 希望可以直接给他一个感谢的留言吧 今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杨谢化表示自己也为跨年演唱会积极彩牌 儿子就交给老公丁子高负责 也许圣诞节期间会去短期旅行 可能会带他去主题公园玩 有机会可能他爹地不知道会有时间 和他去一些短期的旅行 其实小朋友很简单的 那种气氛就是圣诞礼物圣诞路人圣诞树 和火鸡就很开心的